军统教父 戴笠 作者张军 由老王播讲 第十九集 见胡宗南 戴春风眉头一皱 记起西湖奇域的胡宗南 立马道 春风认识一位朋友 姓胡 名宗南 就在湖州中学毕业 现在在校风一所高等小学任教校长 很有抱负 能力在我之上 我还有一个同学 姓毛 名仁凤 江山县无存相忍 为人处事非常成功 办事能力一般人都极塌不上 他已从省立一中毕业 王亚乔大喜道 你修书 把他们都叫来 戴春风遵命 给胡宗南 毛仁凤各去了一封信 严明 王亚乔英雄无比 威震四海 现在准备大力发展广罗人才 来他门下 定得重用 当今世界群雄并起 历来 食食物者为俊杰 不要坐视良机 孝风江山离胡州不远 几天后 戴春风正在操练士兵 建议青年闯入营区 逢人就问 戴春风掩明 认出正是胡宗南 因路途艰辛 胡宗南没有吃饭 戴春风领他到食堂里 吩咐火房 弄几样像样的菜来 两人寻一僻静处坐下边吃边聊 戴春风把自西湖一别后 又投奔浙医师去上海的经历说了一遍 胡宗南摇头叹道 自西湖一别 宗南仍回校风任教 因学校几率混乱 制度松散 我有心要把校风高等小学校 办成有名的小学校 上书县教委 严明自己之志向 如能让我做校长 我一定大张旗鼓整顿 上风接信后颇为重视 对我一痕赏失 派了人下来调查 落实有关事项 谁知 学校那帮人 智学的本事没有 搞阴谋诡计 却拿手得很偏要与我作对 有个叫王威的勾结校风本地教师 他们重口一词 说我夸夸其谈 纸上谈兵 没有真才实学 校长的位置就被王威抢了 戴春风听了狠狠道 好个王威 我若不是军务在身 定去上海叫一帮兄弟将他的房屋踏平 再揍他个遍体鳞伤 胡宗南连连摆手道 算了算了 与那些人计较 有损自己身份 戴春风也只是说说而已 并不认真 又道 我的信几时收到的 胡宗南道 昨天 说到这里又说 真是巧呢 自从王威当上校长以后 我就离校跑到了上海 在朋友张云开设的毛竹行混口饭吃 时逢孙中山在广州开办了一所黄埔军校 在上海秘密举行了第一期考试 我参加了 听说因报名应事时人很多 所以要去广东举行总副试 趁这间隙 我决定回一趟老家 并顺路去校风高等小学校 刚巧就收到了你的来信 戴春风说 这么说 你也不能肯定就在王先生下面干了 哎 我们兄弟什么时候才能够长期相处啊 胡宗南说 也不尽然 考没考取还不一定呢 加之 去广东富士还要一笔路费 我的近况你是知道的 我本来连出事都不肯去 是张云说 若他最近一笔生意成了 可以资助我去广东 你想想看 历来生意场入战场 成不成全凭运气呢 戴春风道 那兄台打算如何选择目前的道路呢 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弄不好会后悔一辈子的 胡宗南搔着头皮说 我也正为此事犯难 想向你讨个主意呢 戴春风说 我也没什么好的主意 全靠你自己拿准了 去读军校 这感情好 但如果你的妹叫张云的朋友的生意砸了 不能资助你 岂不是这里的机会也失去了 依我看 你不如先在这里屈就 同时也修书一封给张云 若他能支持你去广东 可写信寄到这里 胡宗南击掌道 好计好计 真是两全其美也 戴春风引了胡宗南去觐见王亚乔 王亚乔见胡宗南虽身材不高 但谈吐不俗 气宇非凡 也任命他为分队长 与戴春风平指 自此 胡宗南与戴春风一起朝夕相处 感情很好 戴春风好动 好酒 好赌 好赐 胡宗南唯有好赌 对女人却没有感觉 但彼此都能容忍对方和平相处 又说戴春风当上了王亚乔手下的分队长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正式的当官 以前的孩子王青年会会长 当然不能与之相比 因此他也十分得意 他就着在这一师学兵营练就的一套 所谓的队形 射击 战术动作来训练士兵 戴春风历来信奉棍棒底下出好兵的 加之本身性格就暴躁 在训练当中 只要士兵的动作稍慢 或者欠规范 他动责打人或加以处罚 他处罚的士兵也近乎残忍 比如在暴雨中民 在列日下暴晒 戴春风手下的一名士兵 因为走正部老是踢前面士兵的屁股 被罚在列日下暴晒 恰逢天气多变 高温闷热 士兵站了三个钟头 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当晚天气突变 雷鸣电闪大雨倾盆 温度变低 戴春风一时疏忽 到第二天一早 这个士兵竟然一命呜呼了 这事传到了王亚乔的耳朵里 他勃然大怒 令人把戴春风叫去 严厉批评 你好不自量力 一点也不懂治兵之道 算我看错了人 古人云 视为知己者死 只有爱兵如子 言传身教 解一推时 才能达到上下一心 到了阵地 人家才肯甘冒凶险 冲锋陷阵 乃至牺牲生命 如今 你用惩罚的办法训练士兵 士兵随貌似服从 可内心都有抵触情绪 甚至仇视 到了战场上不卖力气 或者是反歌相向 怎么得了 戴春风自知大错了 毕恭毕敬的站着 不敢吭声 王亚乔道 自古英雄豪杰 都是爱兵如子的人 赢得人心者得天下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我留你何意 你快另谋高就去吧 我这不用你了 戴春风听了 磕头便败 痛哭流涕的说 师父不要赶我走 我知错了 以后若再有这等事发生 愿听平发落 绝无怨言 若现在就走 一来未曾报效你的知欲之恩 二来也恐别人笑话 这时 胡豹一 胡宗南 也来劝解 王亚乔才吸了火气 口气缓和的说 自古驾驭人的秘诀 只有四个字 恩威并失 光懂得示威 别人虽然怕你 但不愿与你同心 光会诗恩 别人虽将你以为知己 但不服你 聪明者都是在恩威之间 寻找一条可行之道的 我成立斧头帮 在外人的眼中 我也是凶神恶煞 可你去问问追随我的弟兄们 我什么时候随意打骂他们了 这正是我在江湖上的立足之本 戴春风听吧 授意匪浅 觉得王亚乔的一席话 真乃金玉良言 自此 戴春风一改过去的 单纯严厉的致兵之道 处处从生活上给士兵与关心 是以小言小会 果然赢得人心 此外 他把在杜月生处学会的八戒招用上 有意无意的 在和别人的言谈当中 大肆宣扬 王亚乔是天底下最关心部下 爱兵如子的好司令 追随他干事业的人 将会大有前途云云 这些话 穿到王亚乔的耳朵里 自是对戴春风信任有加 一日 胡宗南守直一信 来找戴春风 戴春风猛的记起 他投考皇谷军校的事 问道 兄台的路费可有着落了 胡宗南苦笑不语 把信递给了戴春风 戴春风接过胡宗南的信 打开一看 果然是上海的张云写来的 说 宗南兄如见 入投参军校之事 今接到通知 现你速速去广州 参加全国总副事 鱼妻者鱼以除名 地念兄台怀财不育 难得如此一次机会 随生意不济 决定借贷资助 成全兄台 献祭大洋某某园 往孝纳 余地张云草旧 戴春风把信 递给胡宗南以后 颇为感慨 才知道 胡宗南做人方面 却有成功之处 别人愿意为他慷慨解囊 想起自己 因为骗了徐老板 华春荣 声誉大爹 几乎所有的朋友 都对他心怀戒备 若碰上如此情况 谁肯辞住啊 看来 做人真的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大致若鱼 聪明反辈聪明物 找这样说来 徐老板 华春荣 一点都不傻 自己反而是有点自我糟蹋 胡宗南走后 戴春风仍在王亚乔布下 1924年9月 齐鲁之战爆发 王亚乔受卢永祥之命 率部坚守松江 开始了一场血战 由于杭州守备司令夏超等人的 叛卢投孙 使王亚乔的部队 在松江陷入了孙军的重围 1924年10月13日 卢永祥在上海宣布下野 王亚乔率所剩的200余人 突围到了上海市区 王亚乔回到上海以后 从操就业 当起了安徽斧头帮的首领 戴春风不屑于当一名斧头帮成员 同时也认为 王亚乔是个黑道英雄 充其量是为陆林豪杰 算不上政治家和军事家 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前途 追随左右南城大气 于是就借故此行 一走了之了 1925年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国民党顿时重心 各派政治力量 开始了重新组合的过程 一天 戴春风在上海的街头游大 一阵东南风吹来 夹着沙 吹得他的眼睛都不敢睁 他漫无目的地转过身 背向而行 这时 风卷着一张报纸追逐了他 在他的脚下落地 他抬起腿准备踢开 猛一看 有一个大红标题极其醒目 尤其蒋介石三个字 最为扎眼 戴春风猛地记起 自己和蒋介石有过几面之缘 就弯腰拾起来一看 是一篇 蒋介石骑游龙乎的时事文章 于是认真地捧读起来 当初在上海金元路交易所 认识戴季陶 蒋介石等人 只知道他们不是生意人 具体是做什么的并不知道 此文称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 国民党失去重心 各派政治力量有可能分化 在这场斗争中 谁会主事呢 文章称 各派势力的首领中 蒋介石最有可能 记忆孙中山之后主作 因此发出了 蒋介石骑游龙乎的议论 戴春风看罢报纸 咬着嘴唇摇头探道 难怪他们不愿意向我 透露身份和住址呢 正想着要去投奔 转而又想 我和他仅仅见过面 说过话而已 他见过的人那么多 兴许早就把我忘了 罢了 先等一等 看看他到底是否成为真龙 等有了机会再说 就这样 戴春风在上海又游荡了一年 毫无进展 鸡鸣狗道 顾忌重演 1925年冬天 又回到了峡口镇保安厢的老家 过了年 仍然是无所事事 看看山 打打牌 追着戏班子看看戏 哪里有热闹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1926年的春末夏初 文德江山县法厂要杀一批人犯 据说还是用砍头的办法 农村一年到头难得有几次热闹 历年杀人大家都是争相去看的 自建立民国政府 改杀头为枪壁了 农民感到这一改革大大的不好 枪壁没有杀头行众 过而地方上杀人 放火 抢劫 强奸 通奸乱伦 这些刑事案件就逐年的增多 大家都把这归咎于用刑的改革 做了坏事 还可以留一句全尸 所以胆子就越来越大了 不怕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啊 今年线上决定 改枪壁为杀头 消息一传开 大家议论纷纷 掰着指头数日子 有人回忆说 已经好多年没看见杀头了 这场面难得 戴春风当然是喜欢看的 感谢您收听由老王播讲的 军统教父戴利 本集播讲完毕